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已经简单的带着大家 练习了一下我们的登录 包括退出 以及我们在登录之后 常写的一些色控命令 以及一些小的知识点 那这节课呢 我们正式来学习一下 我们数据库的一些相关操作 我们登录进去之后 更多的是对我们数据库的一个管理 那数据库我们也介绍过 其实呢就是存储数据的一个仓库 那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就是保存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中 有组织的和可共享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集合 那接着呢 我们想管理数据库 首先要学会如何创建数据库 那其实创建一个数据库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磁盘中 创建了这样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数据库的相关操作呢 属于我们的DDR的一个范畴 数据定义语言 那创建数据库 我们需要来知道一下它的语法规则 通过create关键字 接着看到一个花括号 花括号代表必须要出现的 那接着看到一个竖线 竖线代表二选一 或者的意思 create database或者是scammer 加上dbname方括号呢 代表的是可选的 相信我们学过peerp函数的时候 也说过可选参数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加上一个dbname数据库名称 还记得上解课我们再说 写色扣语句要求的时候 一个好的习惯 最好是我们的库名称 表名称都小写 那其他的后面的我们可以先补看 那先最简单的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首先呢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还是先开启一下我们的日志 保存到 GPAN 那接着想创建一个数据库呢 通过create database 加上一个数据库名称 最简单的你可以加上一个 假如说写上一个test1 或者写上一个mys1 分号 一回车 你看到 Query OK One row affected 一条记录被影响 那接着这个数据库创建成功了吧 我们说了 创建一个数据库 其实在我们的磁盘中 在保存数据的位置上 Program Date 找到我们的My Circle My Circle Server 5.6 Date 你创建一个数据库 相当于在磁盘中 创建了这样一个目录 不信的话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Create DateBase 或者你选用Scammer 都可以 加上一个DB Name Math2 又成功了 那接着你看到 一条记录被影响 Math2这个文件夹 就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知道 你也可以手动的 在这个目录中 你创建一个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test 1 你看到 也成功了 那其实呢 相当于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中 又建了一个库 但是你在新建文件夹的时候 注意 你可以写特殊字符吗 你看到 文件夹名不能包含下列任何字符之一 这些特殊字符你是都不可以的 哪怕你写成一个ABC 这也行 那就相当于又创建了一个 和数据库名称相关的注意 名称最好含义明确 那一般呢 我们做一个小型网站 一个网站 一个数据库就可以 当然呢 你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 是没问题的 那接着再来看 我们再创建一个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你认选期 写成一个my字2 分号 那你发现 我们这个my字2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当你再创建的时候 你会看到 Error 1007 CountCreate database my字2 database exists 已经存在了 那原因是不是很简单呀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前目录中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my字2的文件夹 你说我再创建一个my字2 他会让我创建吗 对 他会告诉你 已经包含了 会不让你创建 你创建一个my字3是可以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再回到我们的语法规则上来看 我们说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可选参数 如果这个名称要不存在的话 我们再来创建 这时候就好办多了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Create database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my字2 你看到 Corey ok 一条记录被影响 但是呢 干什么呀 产生了一条警告 那如何查看上一步操作产生的警告呢 我们可以通过show warnings 来看这个警告 级别 note级别 code代码1007 message信息 cant create database 你看到 发现和我们报的错误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加上一个if not exists 这条circle语句没有出现问题 而是把产生的错误放到了我们的警告 当做了我们的警告信息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我在这把常用的命令 我们用到的也给大家写出来 常用命令 产生警告 查看上一步操作产生的警告 可以通过show warnings 学我们这个数据库啊 就是一些常用的命令 你把它记住就可以 好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看到最简单的形式 后面这个你可以完全不管 数据库就可以创建了 那创建完之后 我想看一下当前服务器下有哪些数据库 我们就可以通过show databases 或者是scammers 来查看当前服务器下已有的数据库 可以通过show databases 你看到一共八条记录在集合中 abc 迈子一 迈子二 接着还有test test一 通过show databases 或者scammers 都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下已有的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中 大家需要注意 像information scammer 包括mycircle 包括performance scammer 这三个库你是不可以做操作的 不可以删除的 因为它里边保存了我们一些系统信息 包括我们的用户的信息 权限信息等等 这个等以后讲到我们这个权限的时候 包括我们用到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讲 记着这三个库你是不能把它删掉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其他的像test 这是你安装完数据库之后 默认的给你创建的一个测试的库 这个test一包括mess1 mess2 abc 是我们刚才自己创建的 这样的形式 又新学到一个命令 show databases 或者是scammers 那接着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查看指定数据库的一个定义 可以通过show create databases 或者是scammers 来加上我们要查看的数据库名称 就可以查看创建这个数据库时的详细的语法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我想查看一下这个test1 show create databases 加上我们的数据库名称 你看到主要是查看到我们创建数据库时的编码方式 utf8 那接着你也可以查看一下show create scammers 写上一个mess1 接着你发现你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并没有指定编码方式 它使用的是我们默认的编码方式 utf8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还可以来指定这个数据库的编码方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在他创建数据库语法规则的时候 我们后面这一块没有说 可以通过default 你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加上corrector set 有等号 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加上你的编码方式 那我们接着再来创建一个 create database 如果不存在的话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mess3 可以写上default corrector set 等于 你写上一个gbk 大写小写都可以 你看到成功了 成功之后再查看一下 已有的数据库可以通过show data bases 你看到mess3就有了 再查看一下这个mess3的详细的语法信息 show create 加上database或者是scammer 加上一个你要查看的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这时候你发现它的编码方式 是不是按照你创建时指定的编码方式来显示的 对 没问题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省略掉 再来创建一个create database if not exists直接写corrector set加上我们的gbk 没有写数据库名称 if not exists写上一个mess4 你看到又成功了 接着我们再来查看一下show databases mess4有了 再来查看一下mess4的编码方式 show create database betabase mess4 发现它是gbk 但是我们说了 我们想要的编码方式不是utf8呀 对 没问题 那这时候发现这个数据库编码方式不对 你需要来修改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这条命令 修改指定数据库的编码方式 可以通过alter关键字 database或者scammer任选其一 选中你要修改的数据库的哪个数据库 可以有default corrector site 插set name 发现这一块呢 就和你创建时候的语法规则一样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alter关键字 来修改一下 alter database 加上你要修改的数据库名称 mess4 把它的编码方式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想要的default corrector site utf8 你看到成功了 成功之后 那我们再来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变成utf8了 对 就是通过alter database 加上数据库名称 default corrector site 可以有等号 写上utf8 又修改成功了 再来查看一下 show create database measure 3 你看到 你看到 变回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库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我们回了创建数据库 查看当前服务器下已有的数据库 包括查看指定数据库的一个定义 那接着再往下 你想管理某个数据库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数据库打开 因为有这么多数据库 我也不知道你要管理哪个数据库 所以说你需要先通过use关键词 来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use加上数据库名称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use加上一个mys3 打开了 那你发现database changed 那也可以通过use加上mys4 use加上mycircle 来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打开之后呢 那可能过一段我忘了 对吧 我想得到当前已打开的数据库名称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selectdatabase 括号这个函数 来得到当前打开的数据库名称 是mys4 那接着我再改变一下 use一下mys4 再得到一下selectdatabase 你发现当前打开的是mys4这个数据库 通过selectdatabase 得到当前打开的数据库名称 通过selectdatabase 或者是scammer 都可以得到 这样的形式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管理了 像你建个库 建个表啊 包括创建个试图啊 存储过程啊 触发器啊 等等 那接着呢 等以后我们学到的时候再来说 那打开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数据库 或者说我们操作完之后 发现这个数据库我不用了 这是一个测试数据库 我先把它删掉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下一个命令 删除指定的数据库 通过job命令 job关键字 jobdatabase或者是scammer 如果存在的话 再来删除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麦子4删掉 jobdatabase 麦子4 core ok 零条记录被影响 但是真正你看一下 数据库已经没了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showdatabases 麦子4没了 那你把这个数据库删掉了 其实也就是把磁盘中的这个文件夹 是不是也删掉了 麦子4 那接着我们再来删除一下 麦子3 jobdatabase 麦子3 你再来看一下 麦子3又没了 那接着如果再来删除一下 麦子3 还有吗 对 已经没有了 它会报这样一个错误信息 countjobdatabase 麦子3 database doesn't exist 已经不存在了 那确实也不存在了 不存在你肯定就没有办法来删 那这时候不想看到这个错误信息 可以通过jobdatabase if exist 加上一个麦子3 你看到 执行成功 没有产生这个错误信息 但是产生了一条警告 查看这个警告用什么命令 对 show warnings 错误信息和它一样 这是来删除指定的数据库 那其实呢 也是把磁盘中的这个文件删掉了 这样的文件夹删掉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完成了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库的相关操作 可以来创建数据库 查看当前服务器下已有的数据库列表 包括查看指定数据库的一个定义 还可以来修改指定数据库的一个编码方式 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并且得到当前打开的一个数据库名称 那接着呢 还可以来删除指定的数据库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数据库的相关操作 要来实践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完成了数据库的操作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